鼓励传销 广西公安宣传标语闹笑话 中国广西北海市公安局银海分局 近日张贴标语如图打击传销活动 却因中文左右读法不同 而产生相反意义结果闹出笑话 新浪微博图片 中文由左翼或由右念起 似乎只是不同选择 但中国广西地方公安 近日推出的一个宣传标语 却因左右读法不同 而闹出笑话 根据大陆微博网友 今天上载的讯息 广西北海市公安局银海分局 日前发布了一条打击传销的宣传标语 内容是指望传销 致富生活没有出路 赞助商 链接再助商 链接这两句标语数项排列 如果按照中国传统写字 由有制作的习惯 念起来是正常的问题 是现今社会 中文字也像英文一样 通常有左至右 而如果有左至右地念 相关宣传标语 变成生活没有出路 指望传销致富 网民说 此事在网上引起很大争议事发后 北海市公安局银海分局 前天通报致歉 表示由于标语以术式排列 读起来有其意 他们为此致歉 并表示 今后将会避免出现类似问题 请问一下